欢迎收看4月8号的百革大事迹 我是敏和 新闻一开始有国内的重点新闻 同考承不承认按照以往的惯例 再次成为大选的课题 只不过这次不论是希望联盟 国阵还是马华的竞选宣言 都承诺要承认同考 但是就在国阵竞选宣言中 被坊间质疑所使用的字眼 只停留在可以考虑的阶段 而不是承认同考文凭 马华树里总会长魏嘉祥就认为说 国阵的大意就是接受同考文凭 并且促请华社不要过于纠结字眼的使用 一般上这个字眼在政府的运作方面 就好像 没有反对 表示同意 所以有些人喜欢用这个字眼 说这个不能 这官方呢 当你说拨略的不得办就是可以的 意思了 有什么问题 而马卿总团长张胜文受许问时也指出 马华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 在大选后落实承认同考的承诺 不过宾州首长林冠英就认为说 国阵是在希望联盟宣布如果执政中央 将会承认同考之后才跟风 而且条件比西盟来得严格 因此就批评国阵没有诚意 另一方面 国阵的竞选宣言也惹来西盟阵营的连珠炮事抨击 西盟主席敦马哈迪昨天 仍在巴东举办的政治讲座上就批评说 国阵竞选宣言有许许多多的立会政策 这些政治糖果粗略估计需要花费3000亿令吉 雪州大臣阿斯敏也对国阵的竞选宣言 宣布一马援助金加码的承诺感到失望 他认为作为看守政府的国阵 如今这项举动是违法的 另外一方面 学委会主席莫哈·莫哈辛就提醒西盟 如果决定统一使用公正党旗帜上阵 那么在大选期间 其他西盟政党 像是行动党 诚信党和土团党的标志 都不允许采用 只能使用一个标志 而西盟有权在大选中 使用统一起制和党会竞选 无需获得选委会的批准 对此行动党全国主席陈国伟 受询问时就说 西盟政党已经达成共识 统一以公正党标志来竞选 竞选期间 也只会有代表西盟的公正党旗帜 会在大街小巷飘扬 尽管部分区部和支部 已经定制和印刷 有火箭标志的宣传品 但是为了要遵守学委会的规则 必须重新印制 最后把焦点转向国际 叙利亚反抗军顽强坚守的 最大城镇杜马镇七口 传出遭到大规模化五毒气攻击 人群观察及民间救援组织 指责正普军使用化五空袭 造成了多达150人死亡 超过千人要接受治疗 不过叙利亚国营媒体 否认正普军发动化五攻击 表示杜马镇的叛军 已经处在一种崩溃的状态 开始散布假新闻 不过民间救援组织白头灰 在推特发布市民中毒的视频 谴责叙利亚政府撒谎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晚的百革大事迹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